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欢迎收听岁月所谈,今天给大家分享,婆婆为霸占拆迁款,老公和婆婆联手害我,生下孩子后我把他们告上法庭,我怀孕八个月了,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可是我那婆婆从我怀孕以来一直没给过我好脸色, 别人的婆婆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而我的婆婆不仅对我冷眼相待,还想方设法地让我流产,我和老公江浩住在镇上的房子里,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婆婆从我结婚以来一直就没来过,我想着,只要我和老公的感情好,婆婆什么的也不重要,单位缺人手,所以我怀孕八个月了还在岗位上, 累了一天下班回到家,发现老公在打电话,神情有些烦躁,操着一口方言,电话那头应该是她妈,她像是怕被我听出来什么似的,看见我回来了,就转身去了阳台,好一会儿她才走出来,有些为难地跟我说,家里要拆迁了,妈没地方住,想来我们这住几天,她家要拆迁的事情,她妈都说了十年了, 当初我俩的介绍人就是拿这个做噱头哄骗我父母说男方家条件好,以后是个拆迁户,我本不想答应的,想起她妈那副嘴脸,我心里就不舒服,可是我又不想老公为难,只好勉强地答应下来,想着反正还有不到一个月我就要生了, 到时候生完我要去月子中心住一个月的,与其恳求婆婆来照顾我,还不如自己花点钱来得实在,婆婆的动作倒是快,第二天一早就敲我们的门,江浩睡意朦胧地打开了门,今天是周末,我们俩没什么事就想在家睡个懒觉,结果就听见婆婆扯着嗓子在门口教训, 都几点了,还在睡觉,你们的命可真好啊,不像我这个老太婆想来儿子家还要经过批准,我习惯了婆婆阴阳怪气地说话,毕竟从我跟她谈恋爱开始,她妈就一直是这个态度,包括她的大姐,也从没有把我当成是自己人,我赶紧从床上下来,穿好衣服,走了出来叫了声,妈。 婆婆冷哼了一声,并没有搭理我,自顾自地走了进来,上下打量着我的房子,语气里还透着一股嫌弃,这么小,还这么邋遢,是人住的吗,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江浩抱歉地看了我一眼,我没吱声,可婆婆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话,要不是江红家住得远,我才不稀罕来这住呢。 江红,也就是我的大姑子,跟我婆婆是一模一样的人。 江浩连忙应声道,是是是,说着就将她妈的行李搬了进来。 我的月份大了,腿脚有些浮肿,站久了不太舒服,就想回房间休息了。 可婆婆并不想让我这么舒服,命令室的口吻对我说道,小秦,去换一下衣服,陪我出去买几个菜,中午你大姐她们来吃饭。 妈,我去吧,小秦的肚子大不方便。 江浩的话没说完,就换来了我婆婆的嘲讽,现在的人就是矫情,我那时候怀着你还要挑担呢。 再说了,多运动一下也是为她好,有助于生产。 我就知道婆婆来准没好事,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忍着不开心答应了下来。 我换好衣服出来,江浩还想开车带我们去,就被我婆婆制止了。 你在家收拾一下,你看乱成什么样子,一会儿你姐来了还有地方坐吗? 这下,只能我自己开车去了。 结果我俩刚出门,婆婆就又开始坐腰了,超市也不远,别浪费钱开车了,江浩赚钱也不容易,你要省一点,我们俩走路去。 超市离我家至少两公里,我还挺着个大肚子,外面三十几度的天气。 我实在想发火,可是婆婆已经自顾自地向前走了。 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好不容易买完菜走回家,我已经累瘫了。 可婆婆还是不打算放过我,叫我进厨房帮她打下手,老公则是被她安排去接江红,一家子了。 忙碌了半天,一桌子菜都快烧好了,江红一家子才到。 我端着最后一道菜走到了餐厅,我老公的外甥壮壮就拿着一柄玩具木剑向我跑来。 要不是我躲得及时,恐怕那柄木剑就要刺在我肚子上了。 我刚想发火,教训一下壮壮,壮壮就被她妈叫回去了。 这壮壮被她妈和我婆婆已经宠成了熊孩子。 这过程江红都看在眼里,可她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反而还夸赞着她儿子,壮壮跑得真快,真棒。 这时候,婆婆穿着围裙从厨房走了出来,像是女主人一样热情地招呼着江红一家子落座。 我们家的餐厅不大,椅子也没几把,等他们全部的人坐下来之后,我已经没位置坐了。 江浩看我没位置坐,主动起身想让我坐,结果被婆婆按住了。 你坐,我的位置让给她,行了吧。 婆婆的脸已经黑到了极点,餐桌上的气氛也很尴尬。 仿佛下一刻只要我敢坐,他们就一起口诛笔伐我。 我识相地说了句,我还不饿,你们先吃吧。 然后我就回房了,门外还能听到江红嫌弃的话。 小弟,你们平时就住这么个破地方啊,跟个鸟笼子一样。 江浩的声音明显有些不好意思。 姐,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他怎么好意思嫌弃我家,要不是乡下要拆迁了, 他和他老公不得已从我婆婆家搬了出来租房子, 否则这一大家子还挤在我婆婆家乡下的小平房里呢。 江红的老公倒是全程自顾自吃着,没说一句话。 整场只能听见我婆婆和江红的声音了。 听见江红说,妈,到时候我们买个大平层, 把您接过来,我可舍不得让您住这种鸟笼。 什么?我没听错吧,江红要买房。 要知道江红和他老公都是好吃懒做的人,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从结婚以后就一直在我婆婆家啃老, 他们什么时候有钱买房了?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正当我诧异的时候, 我的房门被踢得作响,正是壮壮。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力气已经很大了, 那门都快被他踢破了, 可愣是没一个人出来制止他。 我受不了了,打开房门,告诉他, 别踢了,门会踢坏的。 就这么一句话,江红就发飙了, 开始朝着我破口大骂, 你的破门谁稀罕踢, 大不了踢破了我们赔钱, 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知不知道吓着我们壮壮了。 那壮壮也是个人惊, 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躲到了江红怀里。 我还没说话呢, 我那婆婆忍不住跳出来了, 你干嘛凶孩子, 她还小又不懂事, 你难道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吗? 门被踢几下怎么了? 我本就压着一肚子火, 要不是看在老公的面子上, 我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 可他们倒好, 把我的忍耐当成理所应当。 我朝江浩看了一眼, 江浩示意我别跟他们计较, 我冷哼了一声。 我不去理会他们, 转身回房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外面传来了更难听的声音, 江浩,不是我说你, 你媳妇你也不管管, 有他这种态度吗? 这么对我和妈? 眼里还有长辈吗? 江浩窝囊地在一旁附和, 是是是, 姐你别生气了, 小秦她怀着孕, 孕妇的心情比较敏感。 可江红一直不依不饶, 怀孕了不起啊, 谁没怀过孕一样? 就是, 要我说江浩啊, 你就是太惯着她了, 看把她惯得都成什么样了。 婆婆和大姑姐一言我一语的, 老公只能在一旁, 一个劲的陪不是。 还没结婚的时候, 别人就告诉过我, 说江浩的母亲和大姐是个厉害的人。 我想着, 我是嫁给江浩, 又不是嫁给他妈, 大不了结婚以后不住一起就行了。 可现实就是, 我想得太简单了。 门外谈论的声音, 渐渐被壮壮的声音取代了。 这个熊孩子又拿着木剑在敲打鱼缸。 那鱼缸里的鱼可是我爸的心肝宝贝, 放在我这小房子里可是震风水的。 我生怕这熊孩子把这些鱼该怎么了, 连忙拿出手机给江浩发消息, 别让壮壮搞鱼缸, 万一弄坏了, 我爸怪罪下来不好。 结果江浩的信息还没回过来, 我就听见外面喷的一声, 完了, 我心里一惊。 我连忙打开房门, 就看见我爸的宝贝鱼和鱼缸都散落了一地, 满地的玻璃碎渣子。 壮壮像是被吓坏了, 哭得特别大声, 惹得我婆婆和江浩一直在哄他。 结果我还没开口, 江浩就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家里放什么破鱼缸, 伤着我儿子了你赔得起吗? 这样厚颜无耻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再也忍不住了回怼道, 这鱼缸里的鱼可价值好几万, 是我爸的心肝宝贝, 你儿子弄坏了, 打算怎么赔偿? 江浩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那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一般, 我那婆婆听到之后更是开始撒泼打滚了,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个好儿子, 给我娶了这么个儿媳妇啊? 一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 一边哭喊着, 我老公现在两边都不想得罪, 可又不能看他妈这样, 只好先撇下我雇他妈。 江浩什么都好, 只是有点余孝, 我当初也就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好孝顺, 才选择嫁给了他。 可现在, 看中的东西却能变成最后伤害自己的东西。 江浩叫嚣着, 我儿子被你的鱼缸吓坏了, 我告诉你这是没完, 我要带我儿子去验伤,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肚子里几个都不够赔的。 听到他讲我肚子里的宝宝, 我决定不再给他们面子了, 这是已经完全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我冲上前去, 指着墙角的监控, 语气冰冷地说道, 好啊, 你报警吧, 我倒要看看警察看了这事发经过会怎么判。 小秦, 你少说两句, 姐不是那个意思。 事情都这样了, 江浩还想当何事佬, 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换来的 只有他们的变本加厉。 我冷静地掏出手机,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电话还没接通我的婆婆就从地上爬起来去抢我的手机。 大着肚子的我怎么会是婆婆的对手呢? 她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 把我推在了地上。 我顿时感觉肚子隐隐作痛, 头上冒起了冷汗, 我喘着大气喊着江浩, 江浩, 我肚子痛, 快, 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江浩已经愣住了, 完全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手机握在手里,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妈夺了过去。 去什么医院? 我看你就是装的。 谁知道你是不是找个借口想去报警?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婆婆的嘴脸在这一刻已经暴露无遗, 在她的眼里,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死是活与她没有一点关系, 她关心的只有江浩和她的儿子。 肚子的疼痛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 我不想去跟她争论什么, 只是望着江浩求救。 可江浩的态度却让我大吃一惊, 她像是被她妈吓了迷魂药一样, 对她妈的话言听计从。 小琴, 你别演了, 妈就轻轻碰了你一下, 你怎么可能会肚子痛呢? 江浩的话, 让我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大失所望。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我的好老公江浩, 态度都很明确, 一口咬定我是装的。 就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我婆婆不会弄我的手机, 左滑右滑, 没给她挂掉, 反而还被接通了。 那铃声是我爸的专属, 我拼了命地喊着, 爸爸, 救救我, 快来救救我。 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听见了, 但是我婆婆的手明显颤抖了起来, 看来是有些着急了。 她一把摔碎了我的手机, 跟江浩说, 快把门锁好, 今天你别想出这个门。 江浩看着脸色苍白的我, 好像是有点于心不忍了, 她小心翼翼地问着婆婆, 妈, 要不先把小秦扶起来吧, 我看她表情真的有些不舒服, 结果换来了婆婆的一记白眼。 你就是心善, 一直被她骗, 你看她哪像是有事的样子, 分明是装的。 见我婆婆这样说, 江浩居然没再反驳了, 而是听她妈的话去锁上了大门。 江红此刻的脸也是得意至极, 搂着壮壮哄着她, 壮壮乖, 别怕,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壮壮听了江红的话, 果然胆子更大了, 拿起手里的木剑就开始戳地上的鱼。 可怜的那几条龙鱼本来还没死, 这下活生生被木剑戳死了。 我实在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 才能把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教得如此冷血无情。 没一会儿, 屋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是我爸的声音。 小秦, 小秦, 你在家吗? 快开开门。 我激动地想喊出声, 可肚子刺痛地让我没了力气, 江红健壮连忙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挣扎着却发不出一点的声音。 我拼尽了力气, 也没能挣脱江红的手, 心里急得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我爸的敲门声还在继续, 语气也是越来越担忧。 小秦, 小秦, 你别吓爸爸, 你到底怎么了? 敲了老半天门, 也没有反应, 敲门声渐渐没了声音。 我以为我爸走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了。 我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江浩, 江浩像是有些心虚, 不敢跟我直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好先生, 这么体贴温柔的男人会变成这样, 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欺负, 更何况肚子里还有他的亲生孩子。 这里面一定有鬼, 不然江浩不会这么冷静的。 几人见门外没了动静, 神色缓和了不少。 婆婆更是满脸得意地看着我说, 你就别想着出去报警了, 安分点待着。 我实在没了力气, 死死地捂着肚子, 心里说不出的绝望。 就当我以为没救了的时候, 门被打开了, 外面站满了穿着蓝衣服的消防员。 我爸见开门见我摊坐在地上, 脸色很不好, 连忙冲进来扶起了我。 婆婆和江红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门外好端端出现了这么多的消防员。 这时候警察也来了, 说是有人报警蒋孕妇, 一个人在家发生了意外。 我虚弱的已经讲不出来一句话了, 只能任凭我爸扶着我。 我爸现在的心思全在我身上, 生怕我出点什么三长两短。 可就算这样, 他也察觉到了这件事不简单,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敲门, 却没人给他开? 为什么让我一个孕妇 摊坐在地上而不管我? 只是现在去医院要紧, 其他的账回头再算。 不一会儿120也来了, 我坐上了医院的轮椅, 我婆婆还想阻止我, 却被江浩一把拉住了, 这个时候警察也在, 江浩知道若是他妈现在在无理取闹吃亏的, 只能是他们。 我坐上了救护车, 一股消毒水位扑面而来,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医生在问我爸我的情况。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下意识地摸向了肚子, 发现我的肚子竟然瘪了, 我慌了神, 挣扎着想从病床上下来。 护士见我情绪激动, 立马走了过来。 我拉住了他的衣角, 焦急地问道,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 他怎么了? 你先别激动, 你的孩子好好的, 只是因为早产住进了新生儿科。 听到护士说孩子还在,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下。 这时候我爸打水回来了, 见我下了床, 连忙过来。 你刚做好手术, 别乱动。 见爸爸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为我操劳奔波, 我眼眶一下子红了。 爸, 对不起, 爸爸一下子抱住了我, 语气哽咽, 傻孩子, 说什么对不起,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哭, 对眼睛不好。 我点点头, 乖乖地躺回了床上, 问着他, 爸, 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想去看看他。 我爸叹了口气, 是个男孩, 因为早产各项指标都不太好, 现在在新生儿科, 你好好休养, 等过几天, 我带你去看他。 我的眼泪再一次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难过地摸着肚子, 回忆着他在我肚子里的点点滴滴。 宝宝, 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害你刚出生就要受这么大的罪。 可我转头想到, 这些都是我那好老公江浩的一家子带给我的。 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凭什么他们能这样对我, 这样对宝宝。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对我爸说道, 爸, 我要和江浩离婚, 当初您说的没错, 他根本配不上我。 当初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江浩好, 为人孝顺, 我家里是一个人都不同意的。 现在看来是真的, 父母不让你嫁的人绝对不能嫁, 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了。 我把那天的事情经过悉数, 讲给了爸爸听。 我爸听得火冒三丈恨不得, 现在就去找江浩算账。 我连忙拉住了他的手, 示意他别冲动。 现在我们是受害的一方, 要是我爸去找江浩算账了, 我们就变成过错方了。 我冷静下来, 思考着这件事, 到底该怎么处理。 离婚是必须的了, 他既然能抛下我和我的宝宝, 那这个男人已经不配成为我的老公和孩子的爸爸了。 这时候, 我爸的手机铃声响了, 是江浩打来的电话。 我爸本想直接掐掉的, 但是我让他接, 而且语气要平和不能冲动。 我爸打开了免提, 江浩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小秦, 你快让你爸去派出所解释一下, 说我们不是故意推你的, 还有壮壮他还是个孩子, 也不是有意弄坏鱼缸的。 这个男人, 居然打电话来的第一句话, 不是关心我和宝宝, 而是为了欺负我的那些坏人。 我只觉得以前我是瞎了眼, 会看上这种男人。 我爸气地开口, 就想骂他, 我拿起了手机, 语气平静地说, 江浩, 我们的孩子没了。 电话那头的江浩没说话, 像是愣住了, 接着又像是哄我似地说, 小秦, 我们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我妈和我姐 从派出所弄出来。 原本我还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的, 可他居然一点都不在意孩子。 这样冷酷无情的男人, 还留着过年吗? 我冷冷地回了句, 你妈是罪有应得, 至于你姐的儿子, 赔钱就行了。 说完, 我不等江浩回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我拿起我爸的手机登上了我家的监控, 将今天的监控下载了下来并备份了一份。 我的手机被江浩的妈摔烂了, 趁着他们还在派出所扯皮, 我要赶紧留好证据。 下午, 派出所来人了, 说是要找我了解一下当时的事发情况。 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当时的情况, 做笔录的民警都愤恨地骂江浩真不是人, 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老婆。 我将手机里备份好的监控视频给了民警, 也表达了我现在的诉求。 第一, 我要追究江浩的妈夏永荣女士对我的故意伤害罪。 第二, 要求江红对她儿子的行为负责, 赔偿损坏的鱼缸以及里面鱼的价钱。 民警将我的诉求记录了下来, 嘱咐我安心休养, 然后就离开了病房。 他们刚走, 病房里就来了不速之客。 江浩火急火燎地来到了我的病床前, 眼睛布满了红血丝, 胡子拉叉, 看得出应该是一个晚上没睡了。 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神情, 凶狠地像个陌生人。 她一把拉起我的手说, 走, 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 你快跟民警说是你自己摔倒的她的力气很大。 我又刚生产完, 身子虚弱得很, 被她拖着下了病床。 路过的病人, 一直看着我们, 有几个热心肠地想上来帮忙, 结果江浩瞪了他们一眼说, 看什么看, 没见过夫妻吵架吗? 那些人一听, 她是我老公, 想着家事他们也不好插手, 也就没再管了。 好在有个直白医生看见了, 连忙制止了江浩, 立生批评道, 病人现在刚生产完,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结果江浩根本听不进去, 而是态度极差地骂医生, 少管闲事, 我自己的老婆我心里有数。 医生见惯了这些家长里短, 索性也不跟他争论, 直接喊来了保安。 几个保安把江浩控制住, 过来的护士将我扶到了轮椅上, 我这才得以脱身。 后来江浩好像又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他这才不得已出了医院去了派出所。 我爸来的时候, 听到了我刚才的遭遇, 吓坏了, 手里提着的汤盒都在不停地抖。 没办法, 为了江浩不再骚扰我, 能让我安心地坐个月子。 我不得已将宝宝一个人 留在这家医院的新生儿科, 自己则是转院到了一家远一点的医院。 好在江浩并不知道我骗了他, 还以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 所以宝宝一个人在医院是安全的, 况且新生儿科是不允许人随随便便进入的。 所以我才能放心一个人去了别的医院, 心里满是对宝宝的不舍, 但是我别无他法。 转院的这段时间里, 江浩不停地打我爸的电话, 拉黑了一个号码, 就换一个别的号码继续打。 我爸没办法了, 只能关了手机。 结果他找到我家去了, 邻居传得风言风语, 说是江浩快把我家翻个底朝天了。 我联系了一个熟悉的律师,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很擅长打这类的离婚官司。 在这之前, 我们家的钱一直都是江浩在管的, 我很信任他所以从来不去查他的账。 但是那天我听到江红的话, 说他们马上要买大平层了, 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的钱可能出问题了。 齐律师听了我的遭遇, 也是愤恨不平。 安慰着我叫我别担心, 他会帮我解决好这件事的。 随着时间一天两天过去, 江浩一直找不到我和我爸, 居然找到了我们当地的一家电视台。 这个消息还是齐律师告诉我的, 我打开了视频, 出现了江浩的脸。 他哭诉着对着镜头说, 小秦,快回来吧, 我不怪你卷走了我们所有的钱。 只要你肯回来好好跟我过日子, 我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地说完。 他又对着镜头展示着我们之前的照片, 很多照片都是他在做家务或者烧菜, 我那时想着记录生活随手拍的。 而现在这些照片却变成了证明 它是个好好男人的证据。 而我变成了卷走前的恶毒老婆。 因为我出世之后, 我跟我爸就消失了, 也没联系任何亲戚。 所以那些人就将我们 自动带入了写款私逃的角色里, 在网络上和现实中 对我的行为进行了全方面的抨击。 我竟然没发现江浩的戏能演得这么好。 现在的他已然是大家心里的好好先生了, 先入为主地将这件事转变过来成了他是受害者。 我气愤地关上了手机, 不自觉握紧了手, 指甲都快嵌到肉里去了。 齐律师给我倒了杯水, 说道, 现在的舆论情况对你不利, 派出所那边起诉也没那么快, 江浩他妈已经找人脱关系, 先放出来了时间都过去半个月了。 我的宝宝还在心生儿科, 没跟我见过一面。 这诸多的打击一瞬间向我袭来, 我人都快站不稳了。 齐律师贴心地扶着我, 大概也知道我现在手足无措。 多亏他帮我安排好了一切。 现在的电视台为了收视率, 也不管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谁对谁错, 只要能博人眼球, 他们就愿意采访。 齐律师帮我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律师函, 里面写清楚了江浩的所作所为, 以及对我的诽谤。 原来采访江浩的电视台, 又发现了新的亮点, 连忙联系了齐律师, 希望能采访我。 齐律师将电视台的想法告诉了我, 本想着我应该是不会答应的。 我一直都是有点懦弱的, 否则也不会任由他妈和他姐欺负我这么久。 可是现在我已经做妈妈了, 俗话说为母则刚。 我为了我可怜的孩子, 也要坚强一把。 我答应了电视台的采访, 将江浩一夹子的行为全部告诉给了记者, 并且将我手里备份的视频也交给了媒体, 希望他们能为我澄清。 电视台的效率就是高, 采访完我的第二天视频就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 舆论开始发酵, 之前有不少同情江浩而骂我的人, 开始认真梳理起事情的真实情况。 包括我的单位领导, 都因为这件事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说我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更是个好好妻子, 压根不是江浩口中会卷款跑路的坏女人。 江浩大概没有料到我能反击得这么快, 于是又联系上了电视台卖惨, 说他只是因为联系不到我才欺骗大众的。 因为只有这样, 别人才能关注我。 很可惜现在的观众已经不买他的账了。 电视台跟其律师也算有点交情, 在江浩再次卖惨之后, 将我给他们的监控视频放了出去。 一时间,所有的电视台、网络、 自媒体都在疯传我的视频。 很多人都在视频下为我发声,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对这样一个 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动手? 简直禽兽不如。 更是有很多人质问, 婚姻到底给现在的女性带来了什么? 婚姻和爱情, 我相信肯定是美好的, 只不过我遇人不输。 原本派出所提起诉讼没有那么快, 现在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迫使他们不得已将案件提上了日程, 网友们口诛笔伐, 要求夏永荣女士承担法律责任。 江浩这下真的怕了, 可她现在又联系不上我。 电视台也不愿意再搭理她了, 她没办法了, 只好在网络上开启了直播。 直播间里她满脸的沧桑, 诉说着她这些年的不容易。 一边是她的亲妈, 一边是老婆, 她说换作任何一个男人 都是平衡不了这样的关系的。 也许是这样的话, 让一部分的人产生了共鸣。 因为现实家庭里,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的婆媳矛盾。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时间也有些人同情起了江浩。 就当我对这个伪君子无计可施的时候, 其律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江浩的一个表妹 曾经找过其律师打官司, 所以有其律师的联系方式。 而她这个表妹跟江浩家的关系很不好, 原因是江浩的妈年轻的时候 没少说她家的坏话, 导致了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吃农药死了。 所以她表妹对夏永荣一直怀恨在心, 可碍于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她。 当我听到其律师将她表妹的原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小秦肚子里的孩子, 江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她生下来。 因为乡下的房子要拆迁了, 是按人头来赔偿的, 一个人能赔二十万。 可是他们家的平方就那么大, 最多也只能赔到一百万。 她姐江浩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说, 多一个人就要多分掉一点钱, 说是赔偿款要打到每个人的户头上的。 所以他们不想让小秦把孩子生下来, 多一个人抢他们的钱。 至于为什么不跟小秦离婚, 也是因为小秦是独生女, 又没有妈妈, 她爸的钱迟早都是给小秦的, 到时候小秦把钱都放在江浩手里, 那就都是江家的了。 我听完其律师的转达之后, 久久不能停静。 他们居然早就在打我孩子的主意, 怪不得我婆婆想方设法地折腾我, 就是为了我不能顺利地生下孩子。 更令我觉得后怕的是这件事, 江浩从头到尾都是知情的。 她居然隐藏得这么好, 还能在我面前扮成好好先生。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朝着齐律师跪了下来, 齐律师,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要让这群人面兽心的畜生付出代价, 齐律师连忙扶起了我。 你放心, 就算我不是你的朋友, 作为律师我也不能让这样的人渣逍遥法外。 听到齐律师的话, 我心里安心多了。 这么久以来, 第一个好消息, 我的宝宝可以出院了。 我和我爸全副武装地去接宝宝, 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宝宝的存在江浩迟早会知道的, 但是在这之前我不能让我的宝宝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好在我的宝宝很争气, 虽然是早产, 但是在新生儿科住了大半个月, 各项指标也都恢复了正常。 原来的家里是没法住了, 我不得已只能跟我爸搬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我和宝宝讨回公道。 我将我和江浩之前的共同财产悉数告诉给了齐律师, 幸好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房产证上写的也是我爸的名字。 所有的财产罗列完毕之后, 我都傻眼了, 这些年江浩的工资居然全部是上交给他妈的。 我们所有的生活开销都是我的钱, 大到江浩买车, 小到家里的水电费, 花的都是我的工资。 我还天真的以为江浩会理财, 能把我俩的资产管理好。 原来他从跟我在一起开始, 就在打我钱的主意。 怪不得他之前还有意无意地提起 让房子的姓名变更给我俩, 说是为了以后孩子能在镇上落户好上学。 幸好我没答应他, 想着孩子上学还早, 说不定以后有更好的学区。 我真的想想都后怕, 为什么天天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可以这么算计。 好在现在所有的证据对我都是有利的, 一方面有欺负我的视频, 第二还有他表妹的证词。 齐律师说现在打这个离婚官司, 我的胜算是很大的。 包括孩子他肯定是没份的, 只不过他之前上交给他妈的那些钱大概率是拿不回来了。 我现在只要我的宝宝归我, 以及我放在他那里的钱能拿回来, 其他已经不重要了。 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了, 以后看人要擦亮眼睛。 很快, 齐律师帮我拟好了离婚协议, 并转交给了江浩。 江浩一看到离婚协议, 仿佛很吃惊的样子,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这么硬气, 有了孩子还会跟他离婚。 所以他一直不跟签协议, 我没办法了, 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决, 我们离婚。 当法院的传票到江浩手里的时候, 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一直联系齐律师, 想见我一面跟我当面说说清楚, 可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他那副虚伪的嘴脸了, 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要见, 就法庭上见吧。 这段时期, 我一直在忙着打离婚官司, 齐律师也没闲着, 还帮我托人时刻关注着夏永荣的案件。 据说江浩的妈夏永荣听到可能要坐牢, 都吓得尿裤子了。 没多久, 法院就开庭了, 我在法庭上再一次见到了江浩。 此时的江浩已经没了精气神, 头上都有了些许银丝。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竟然第一反应是骂我, 许琴,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要把我们全家都弄垮你才满意吗? 我没有去理会他,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是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了我的头上。 他作为父亲, 从宝宝出生到现在一句问候都没有, 从始至终他的心里只有他妈和他姐。 当法官的判决下来的时候, 我能明显看得出江浩整个人都软了。 因为他们处心积虑为了得到我的财产, 现在都泡汤了, 还搭上了他们的拆迁赔偿款。 现在他不仅要将卡里的钱交还给我, 还要每个月额外支付一笔抚养费直至宝宝成年。 另外他们加200万的赔偿款, 我能拿到80万, 我和我儿子一人40万。 包括江浩买的车, 也有我的一半, 折算成钱也就是10万。 这样的判决结果完全在我的意料当中, 因为在婚姻里他属于过错方。 这多亏我爸那时候报警了, 警察看了监控对他们做了笔录。 庭审结束后, 江浩痛哭流涕还想挽留我。 我知道他不是舍不得我, 而是舍不得出那笔钱。 这场官司结束后的没几天, 夏永荣女士的庭审也开始了。 我再一次出席, 又站在了原告台上。 夏永荣还是老样子, 一见到我就开始破口大骂。 许琴, 你这个贱女人, 坏女人, 把我儿子搞成了这样。 早知道娶你进门就是个错误, 你这个扫把星夏永荣永远都是这样的, 错的都是别人, 她自己是觉得不会有错的。 泼妇骂街, 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我倒要看看一会儿判决下来了 你是不是还能这么猖狂。 在开庭之前, 我就去验了伤, 这次的早产导致了我子宫受损, 也许将来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还有我的宝宝, 由于早产, 身体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这些都是夏永荣给我造成的。 我一五一时地将这些讲给法官听, 而她还在撒泼打滚, 要不是边上有人拦着, 她可能下一秒就从被告席上跳出来打我了。 在双方举证的时候, 我竟然还知道了一件大事。 原来在我刚怀孕的那会, 我婆婆就将一包落胎药偷偷给了姜浩。 让姜浩下在我的饭菜里, 那份饭菜被我带去了单位, 好在那时候我的妊娠反应很严重, 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 也就没动这些菜。 否则要是吃了, 后果不堪设想, 我简直感到几倍发凉。 这个行为已经完全是故意杀人罪了。 当律师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夏永荣吓傻了。 她开始拍着大腿, 哭喊着, 冤枉啊, 法官大人你不能听这些人胡说八道啊, 他还以为这是菜市场呢, 光说说就行了。 法律都是看证据的。 我方律师找到了当时给他要粉的那名江湖郎中, 那江湖郎中本身就是有钱科的, 因为卖假药坐过牢。 当夏永荣看到那江湖郎中的脸, 顿时脸色都清了。 她大概想不到真的能把这个人都找出来。 最后, 法官下达了判决。 判处夏永荣女士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三年, 且没有缓刑。 当她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身子一软跌坐在了地上。 坐在观众席的江浩和江洪一家子忍不住了, 对着我叫嚣, 许琴, 你会下地狱的, 你和你的孩子都不得好死, 由于现场混乱, 法官将他们请了出去。 夏永荣对判决结果不符, 要提起二次诉讼, 但是法官当场就驳回了她的诉求。 理由是证据充分, 情节恶劣。 正义会迟早, 但觉得不会缺席。 这个时候, 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句话。 我看着夏永荣被狱警带走, 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 至于江洪的儿子损坏我爸的鱼缸和鱼, 也照价赔偿了, 总共五万呢。 我当时没在现场, 听我的律师说江洪的脸都绿了, 能看得出来她有多心疼这笔钱。 我只希望她能买个教训, 好好的教育孩子, 别让壮壮以后闯更大的祸。 经过这么一遭, 我和我爸都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了, 也怕以后的风言风语 会对宝宝的成长造成影响。 索性, 我们举家搬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重新开始。 后来, 听齐律师说, 江浩又找过她很多次, 看上去整个人的精神都不太正常。 见了面就问她, 小秦什么时候回来听着她的现状, 我的内心已经没有波澜了。 这些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怨不得人。 现在的我, 只想把宝宝带好, 让她的童年尽量不要因为有爸爸的缺席而不完整。 好在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 将我和宝宝照顾得很好。 也许接下来我还会再婚, 不能因为一个人就否定了爱情。 最后, 希望大家能收获一份真挚的爱情, 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喜欢, 希望你能给视频点个赞或者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